群回检查组正在优酷热播中 神广军930谋杀案和黄四海海平KTV故意杀人案 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可是冯森却摊上了人民官司 张永成就向边国力求情 能不能给冯森留点时间 边国力表示 如果陈秘书能够找到执法记录仪 而且上面的证据不利于冯森 自己也没有任何办法 张永成不肯放弃继续求情 最后边国力无奈只好答应 冯森身边24小时不能离开人 戴上电子脚料 就可以答应冯森进专案组协助调查 但就是不能给他自由 他的情报非常复杂 如果他真的被关进了看守所 那么930谋杀案和海平KTV杀人案 有可能产生质变 我明白 多长时间 身边24小时不能离人 戴上电子脚料 我可以让他进专案组协助调查 但是不能给他自由 而且如果宋利敏的案子一旦有了进展 他必须马上归案 好吧 在找到执法记录仪之前 你先控制他 等执法记录仪确定找不到 或者是证据已经销毁 从那个时候开始 在你的监督下 让他配合你办案 记住 要符合法律的规定 不能对他网开一面 搞特殊对待